台湾创新创业中心在矽谷成立之后 实际场举办各项科技活动 来自台湾的李承宇 深感学习语言时口说练习的重要 因此与朋友一起打造了Fullin90平台 藉由系统、美和母语人士还有学习者 组成了学习小组 来协助制定并完成语言学习计划 我现在在矽谷已经四年半左右 目前这个产品已经进行大概一年左右 我们想要做的是一个英文口语练习的平台 能够协助所有学习者 能够有更多的口语练习的机会 因为我们认为在口说或是任何需要身体力行的技能上面 练习的机会其实非常的重要 但是目前在没有这样的环境的学习者方面来说 这方面是其实最缺乏的 希望借由这样的软体的创造一个这样的平台 给他们更多的机会 今天非常感谢台湾新创影中心 能够主持这样的活动 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在这边得到更多的回馈 希望这样的服务的精神能够持续下去 我相信台湾在矽谷这边很快就会有一席之地